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力锦随其后 紧接着就是北京大妞儿杨子跟赵丽颖 他们五人的舞台表演 却是围兔年春晚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随着话题的不断发酵 央视春晚还特别推出了一档特别节目 节目名字为面对面主题充满了正能量周深相光而行 要知道 这四个字很符合劳魔周深的个人风格 不论到哪儿 都会散发出偶像的光芒 主要解析他烛光前行背后的故事 开头带领观众重温花开望悠舞台后 一个非镜头都没有 画面一转 只见周深穿了一件红色毛衣 显得特别喜庆 帅气造型又一次拉满了年味儿 从周深的口中可以得知花开望悠的走心编排 描述了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 二人共度了很多时光 不同于其他艺人 讲到其他演员时都会直呼大名 而周深特别有礼貌 把两位老戏骨真的当成了自己的爷爷和奶奶 这就不难理解花开望悠的舞台表演 为什么会感动那么多观众了 按理来说 兔年春晚直播之前 已经进行过五次连排了 某种层面来说 登上舞台的演员都会对自己的作品失去一定的新鲜感 但在直播当晚 周深不仅把高光时刻都让给了两位老戏骨 同时也被他们炸裂演技深深打动 表演过程当中 一直都在强忍自己的眼泪 细心的观众应该都发现了一个细节 当两位老戏骨站到一起 向台下观众迎面走来时 周深已经红了眼眶 走下台后 两位老戏骨对周深的舞台表演赞不绝口 直言周深唱得太好了 今年是周深第二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作为国内最具实力的歌手之一 周深空灵婉转的嗓音总能在不经意间波动观众的心弦 所有观众都会觉得舞台上的周深 唱着唱着 就把自己唱进去了 感染力极强 而周深最想表达一种让观众有情绪波动的音乐 可以哭 也可以笑 在成为歌手之前 周深也是一位歌迷 每当听到经典曲目 内心都会产生很大的共鸣 明确表示想要成为一名可以给别人幸福或者给别人力量的一个歌手 事实证明 以上两点 周深用实际行动都已经做到了 每出一首新歌都会引起歌迷们的强烈反响 姚梅明明是在采访她 周深却帮王正亮打起了歌 现场清场时间都去哪了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台队周深进行了全面解读 对于音乐追求 主要来源于周深的成长经历 1992年 周深出生在湖南绍阳 一个偏远的山村内 为了生计 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周深只能跟比自己大五岁的姐姐相依为命 在童年记忆中 周深过着每年春节只跟父母团聚一次的生活 随后主持人抛出了一个很犀利的问题 人会生长成你自己想象不到的样子 现在回想你跟姐姐生活的时候 会想到今天的自己吗 再看周深 一边摇头一边表示不可能谁都不会想到 国宝级唱将周深的童年生活并没有网传中的那么夸张 很多营销号都觉得周深从小就含着金汤匙长大 其实不然 他跟很多普通人都一样 没有过硬的背景 更没有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能够走到今天 完全视听自己的努力 小时候的周深 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就已经很不错了 只要家中的大母鸡可以下蛋 自己就会亲他一口 乍一听 有些细血的异味 但从他的这句话中 哥尼都感受到了周深跟姐姐童年生活的不易 直到小学三年级 周深才被父母接到身边 天生就有一副好嗓子 莫过多久就加入到了合唱队 也算是为性格内向的周深打开了一扇窗 然而进入中学阶段 班里的男生都相继变声 只有他的嗓音变化不明显 一度让周深感到自卑 越来越不喜欢自己的声音 最夸张的时候 都不敢在别人面前唱歌 甚至都不敢大声说话 当在今天看来 更像是一种命中注定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奠定了周深的天籁之音 直到上了高中 周深开始疯狂输出 通过网络 不露脸唱歌 数十手翻唱 深受网友们的好评 在乌克兰期间 为了完成学业 每天不是在背书就说熬夜 一年之后放弃了医学专业 报考了音乐科学院 然而 进入音乐学习不到半年 因训练方法不当 声带磨损过度 声带出现小节 无形当中 给周深带来了沉重打击 好在有贵人相助 帮助周深走出了困境 外人看来 乌克兰的哪位老师 帮周深打开人生音乐的门 但在周深眼中 这位老师打开了自己 有爷爷奶奶照顾的那个门 也就是亲情之门 因为老师教周深的时候 已经都七十多岁了 虽令他印象深刻的 就是老师认为他很瘦小 时不时就会给他 买一些猕猴桃 让他来补充营养 如此负责任的音乐老师 现如今确实不多见了 将心比心 老师付出这么多 周深自然不能掉链子 所以在周深眼中 他不光是一名老师 更像是自己的爷爷 这份温暖的关爱 一直都在滋润着周深的内心 2014年鼓足勇气 参加了一档选秀节目 就此 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尽管一路走来 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但周深从未想过要放弃 那份对舞台的热爱 从未变过 别人眼中 音乐可能只是一种疗伤的工具 但在周深心中 音乐犹如水一样重要 人不吃饭死不了 但不喝水 逼死无疑 可见周深有多热爱音乐了 经典曲目 大鱼再次被央视点名表扬 接到任务后 周深用手机在被窝里 就完成了大鱼小样的录制 主持人跟屏幕前的观众一样 对被窝录歌这件事感到了好奇 之所以这样做 并非周深摆烂 主要是因为条件简陋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因为被窝罩住之后 环境音会少很多 成品不会出现任何的杂音 周深只能一只手撑被窝 一只手拿手机录歌 生动在线当年的情景 讲述这段经历时 周深双眼泪目 为了让现场气氛变得尴尬 脸上始终挂满了笑容 可歌迷朋友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周深心中的心酸过往 谁都没想到 一条从被窝飞出去的鱼 居然可以征服全国观众 即使成为顶流歌手 周深没有忘记初心 像刚出道时的心态一样 依然保持着对舞台的热爱和敬畏 整个采访片段 周深把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都呈现出来 很多路人都通过面对面这档节目 更进一步了解到了狼魔周深 总的来说 周深这期节目 充满了正能量 很多歌迷看完之后 都感触颇深 前半段的首要嘉宾是周深 下半段的嘉宾是玛丽 一位国宝级唱将 一位实力派喜剧女演员 二人领跑了春节期间的所有热搜 不知道大家都看了 面对面这档节目没有 你们都觉得如何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并且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